哈喽大家好,今天做的是红烧排骨,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首先呢,咱们准备排骨,把它洗干净,沥干水,然后放入锅中 冷水下锅,煮大概五分钟左右,去掉血水,然后撇去浮沫 煮好以后捞出备用 再准备冲,姜,蒜,八角 锅中放油,热了以后咱们放入一大勺的白糖 把白糖融化,熬至找红色就可以了啊 然后咱们倒入焯烫好的排骨 快速的翻炒,使每块排骨上面都挂上一层糖色 然后加入酱油 料酒 蚝油 加入葱姜蒜,八角 再加入少许的老抽,这样上色比较好看 加入没过排骨的水 清水就可以 然后咱们盖上锅盖,大火烧开 中火慢炖,炖大概20到30分钟左右就可以 汤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加入盐和味精 也可以放鸡精 然后收汁 出锅,装盘 红椒排骨就做好了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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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